如果之前我们得到的答复那70张选票没有作假 那么我们认为不应该做任何弥补 白玉兰组委会估计做梦也没想到 居然有人敢在颁奖典礼上公开揭露黑幕 我本来真的是只想为颜值担当的 可是一开场我们颜健刚主席就对我进行了极大的鼓励 所以我就除了颜值以外 对艺术良心也进行一下担当 这一幕发生在第21届白玉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 在得知组委会打算给李雪剑颁发一个安慰奖后 导演郭静宇无视主持人的几次打断 坚持为李雪剑鸣不平 那一年李雪剑在抗癌十年后回归出演了电视剧 黑老头在剧中他喝酒的这一段 更是被观众们誉为教科书式的演技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当年的白玉兰公布最佳男主提名给了扮演李雪剑老师儿子的皇奶 而原本的大男主李雪剑本人连一个提名也没有 如此讽刺的一幕 本就引发了圈中一众人的不满 而且最令人尴尬的是 随着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大 白玉兰仓促之下 给李雪剑补了一个杰出贡献奖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这个奖 暴露了他们的虚心 也让白玉兰的公信力直线降低 作为评委之一的郭静宇 直接公开在颁奖典礼上 把评选的过程全部揭露了出来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70位初评委 非常认真的投票 而且评委会向我们保证 不会有任何作假的可能 但是今天他们告诉我们说 组委会还会有一个特别的动作 对那件事情进行一次和解和谐或什么 如果之前我们得到的答复 那70张选票没有作假 那么我们认为不应该做任何弥补 因为选票既然是对的 那么它就是公正的 我们干的这个事情是评奖 不是其他的表彰大会 是评奖 评奖就是要有竞争的 如果没有竞争 那还凭什么奖 好 谢谢郭静宇导演 我们相信评委会交给我们的是 公平公正的答案 我没说完 原来在得知李雪剑老师这事时 郭静宇就向评委会提出了质疑 当时得到的答复是 70位评委都经过了非常认真的投票 里面绝对不存在作假行为 本来这件事就是这么定的 但是就在颁奖前夕 组委会突然说 要跟李雪剑老师做一个和解 白玉兰的这个前后矛盾的行为 顿时便引发了导演郭静宇的质疑 他直接在颁奖现场请求 白玉兰公布那70位评委的真实选票结果 他公开为李雪剑鸣不平的发言 让场下掌声雷动 然而组委会最终 也只是选择单独临时 搞一个杰出贡献奖 颁发给李雪剑老师 而李雪剑老师的反应 又打了白玉兰的脸 2015年白玉兰颁奖现场 李雪剑老师到底遭受了怎样的不公 以至于他拒绝上台领奖 导演郭静宇戳穿白玉兰评委的不公行为后 白玉兰评委主席颜建刚声称 自己已经做好离开电视圈的准备 作为一项创办了30多年的权威性奖项 白玉兰原本不应该闹出如此尴尬的事件 黑老头这不具重 李雪剑老师的演技受到一致好评 甚至有人说这是李雪剑的封神之作 最最关键的是 李雪剑老师就是这部剧的大男主 结果这部剧获奖了 男主的儿子被提名成了最佳男主 白玉兰的提名刚公布时 李雪剑老师的妻子就率先发声 公开质疑评委的不公平 为了给李雪剑补偿 白玉兰甚至临时设置了一个杰出贡献奖 但从影40多年的李雪剑 不是为了这个奖 这个奖不是五个人提名中产生的奖 我要不去拿 社会上会说 你别给脸不要脸 如果我去拿 我拿了这个奖 社会上就会说我 一个伪君子 你还是想拿这个奖 我没去 最终他选择了看似沉默的方式 将这一届尴尬的白玉兰就此翻篇 而且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作为艺术家 李雪剑早就得到了无数观众的认可 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 就要欺负你 让你 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 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李雪剑 从影40年 拿下33个影帝 冯小刚为了一个角色等他10年 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获得大满贯的影帝 有他领奖的地方 现场所有人都起立为他鼓掌 然而近两年就有人发现 李雪剑老师的听力已经受损十分严重 经常听不见听不清导演和主持人的讲话 嗓子也经常说不出话 这不是普通的听力衰退 而是身患鼻炎癌长期化疗后的后遗症 从2000年确诊癌症以来 李雪剑抗癌已经20多年 然而在这期间 找他拍戏的导演仍然多如牛毛 譬如今年刚上映的《万里归途》 以及即将上映的《流浪地球2》 李雪剑究竟有什么魅力 让导演对他屈之若鹜 1954年李雪剑出生于山东 19岁参军被调入话剧社 27岁时 他等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林彪 为了贴合人物形象 他疯狂减肥 钻研林彪生前的各个细节 凭借着如此丰谋的入戏 他成功演活了这个角色 拿到了戏曲《最高奖美花奖》 从此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起飞 1990年李雪剑出演《渴望》 这部电视剧在当年可谓是万人空相 甚至在电视剧播出期间 小偷都不去偷东西了 专门在家等着看电视 全国犯罪率直接下降百分之 李雪剑更是凭借这部剧 拿下了《精英飞天》两大奖 同样是1990年 他主演的《焦育录》 三毛钱的一张票价 最终卖出了1.3亿的票房 当时为了演好焦育录 他专门去兰考县体验生活 拜访焦育录的妻子 但越是了解焦育录的事迹 他对自己越不自信 为了演好 他疯狂瘦身 一个掉了20来斤 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要思考许久 凭借焦育录 他掌握经济百花双料引地 但在颁奖时 他竟显谦卑 他对每个人保持敬畏 时刻恪守自己职业底线 从1998年的宋江 到1999年的横空出世 出道40年 他的生活中除了戏就是戏 这样的李雪剑 成了众多演员心目中的标杆 李雪剑老师有庆 让我们把充满崇敬的掌声 送给雪剑老师